南條街的滑上 滑上滑中在行動 來開設設計高設 用廣告的咖啡館 在縫施 不好想 好 用全頭咖啡館在外面 造設 出現的 台北開設運作 所以是外界全滑 國體來的滑高中新鮮 今後來體驗滑上滑中 按鐵片的口腔 你們要不要喝冰的咖啡 前前替你和父母 滑上滑中的好想 早前一點中 負責渣泰銀行的責任 口腔當中 沒有不認可的問題 公開過新咖啡的貼色 同樣選泡一杯後喝的咖啡 電信出來專業的疫情 本來兩人做活動歐農 那我覺得看到他們的那個熱情 然後看到他們那種 想要為我們解說更多的那種感覺 其實非常的感動 然後有學習到很多 就不管是在跟客人應對 進退方面的禮儀之類 等等的 就是 就都學到很多 還有一些就是一些很專業的問題 我知道了我一些不會的地方 讓我知道我之後 要再去找很多更專業的東西來學習 應該是全臺灣第一座實境教室 讓他真的像一個咖啡館 然後把平常所學的給展現出來 而且他們只要學習表現 他有積極向上的話 我們就會邀請他來 就會發給他獎學金 讓他們能夠找到自我 然後讓他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譬如說從咖啡的學習過程當中 找到他們自己讓他們有一點點自信 願意繼續走下去 而不是因為 來算世界最好金 方向家中的負擔 包括新聞的本期 南投報通 98 多少 有 20